上一次嘎嘎威撞车清币坐上贼船想抓清币 没想到被小脑袋人打得人间蒸发 并让其标出智力名言 我的小脑在你之上 这一次嘎嘎威携手职业小洛的孙特卷土重来 连清币都感到十分棘手 要知道这可是高质量对决有八个国标 那么双方会呈现怎么样的精彩画面呢 进入游戏 清币刷到红区时 小洛压着亚连打并来到中路 配合真机打了个出气不易拿下一血 清币只好含泪帮婉尔吃线 心里还是有点美滋滋的 随后刷完小鸟想来中路帮一波 但真机埋伏草丛一套一二消耗就将清币打残 改版后的真机在高端局也变得油猛起来 等回来继续刷野石下路打了个一花二 婉尔拿下双杀扳回人头烈士 然而上路就有点难受 面对职业小洛被压着打 清币上来帮忙也找不到机会只能含泪吃线 等到四分多中工本想动暴君 亚连见人多想趁机留人 但我们的小脑袋人分析局势打暴君要紧 没想到亚连大招没开出就阵亡 加上小洛已经扬帆起航不得不放弃暴君争夺 对面却不依不饶追击 玩又被留下 那么红区也沦陷 这波真是亏到姥姥家了 接着对面趁机拆掉中一塔并入侵蓝区 逆风的猴子还是很难受的 只能外围拉着找机会 好在这波玩儿再次拿下双杀拯救局势 接着拿了蓝后来抓小洛 二打一清帝终于拿下第一个人口 但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下一波蓝刷新 工本再次带人入侵蓝区 清帝再次裂开 等队友到来后想着来中路找一波机会 可以看到逆风还是很难打的 虽然清帝将工本引过来 还是被齐拿下瓦 不得不撤退 不过清帝还是想找下机会 开条暴君挽回损失 刚到就被嘎嘎威发现 还被扫了一梭子 看到小洛开船后 加上对面都没露 只好拉着找机会 好在这波亚连中路拖住几人 虽然失去暴君但击杀工本也延缓局势 清帝也因此拿到久违的篮 很快来到10分钟关键节点 逆风的清帝立马带队友抓带线的小洛 这波虽然决策正确 可惜没人能及时跟上伤害 反而被小洛拖到队友过来反杀瓦 不过对面刘瓦尔用了无数个大招 清帝与队友拿下暴君还是不错的 随后双方聚集大龙处魔拳擦掌 敌人节探草被打出闪现 清帝抓住机会接团 虽然这波清帝阵亡 不过晚而留下小名 亚连拿下嘎嘎威还将小洛反杀 工本想追击放弃打龙 被亚连给家事业逃掉 这波亚连当属大功 复国后双方再次聚集大龙处 敌人节发牌命中小洛 清帝想跟伤害没跳棍措施机会 只好回来假装打龙实则报第一波之仇 真机怎么也想不到这猴子跳龙这么丝滑就就没了 拿下真机后再来中路处理兵线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对面压力巨大 清帝方趁机追击留人 利用对面两难之际开团 对面瞬间溃败 随着敌人节留下小名小团灭对面 紧接着想着一波了 没想到被真机惊讶了 队友估计都不知道咋不是就被真机双杀还清掉线 清帝只好撤退立马开了暴君 但少人也只能眼睁睁看对面开了大龙 随后运营兵线等大龙消失 清帝想找机会就被嘎嘎威一记杀嘴炮暴露视野 于是想着去下路给压力摸高地又被真机弹弹了消耗 人没摸到就被大残尸去战斗能力 对面趁机开团 最终损失两人队友只能再次撤退 真是难打 而对面也顺势反压 玩儿忍不住飞天开团 真机真的牛预判清帝位置失去最佳机会 两次被真机控住阵亡 好在敌人节那边打赢了 再次复活后开了暴君 清帝与队友分两路带线推进 等赶来时队友已经迫不及待开团 清帝捡到一个人头 但对面有真机突进不了 于是带线推下路高地 清帝被真机烦的暴躁堵截全水 最终清帝艰难拿下嘎嘎威 可惜了嘎嘎威自数没直播 测试对面精彩画面 我答应该是使用了